A01第六章 国字地图中间 也就是均分练习 两边要平均哦 第一个题目 请在站牌上写上编号 共九个 跟前面几章是一样的 自行写上去 现场教学的 写好之后请给老师看 网络教学的 写好之后可以进行第二题 在一号与二号站牌中间 做记号 做这个黑色的记号 它的大小跟这个一样就好了 我们在写的时候 会凭着自己的超能力 来看看中间在哪里 如果到这里还没有看到 那个小杰有雷射眼的影片的小朋友 请跟家长讲说 请老师帮忙传影片给你们看 小杰的攻击 那是一个很好笑的影片 小杰有雷射眼 老师现在也要训练你们 有这个看的功夫 雷射眼 好 假设 我们要 现在要做这一题了 我 故意做偏一点 我们在写的时候 先轻轻地点一下 好 这时候 用眼睛看一下扫描 你发现 眼睛扫下来 不可以用铅笔画 不可以 这样没有练习的效果 我们会发现 这一块比较怎样 这一块比较怎样 哪边大 哪边小 好 眼睛扫下来 感觉右边比较大 这边比较小 好 那我们写的时候呢 铅笔 我们一般写是这样子 但是会挡到这个线 那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判断了 所以我们稍微要这样子 好 原来这个是 偏左边 所以我们要写右边一点 在他的右边 然后再写粗一点点 再看一次 嗯 这边还是大了一点点 所以你可以再往右加一点点 好 那这个圆圈圈呢 是黑色的点 然后再看一次 眼睛扫一下 好 两边公平了 好 这是第二题的部分 下面这几题 同样的道理 我们就慢慢的去判断它 中间大概在什么地方 重点是 一 我们要先猜 可能在哪里 轻轻的点 第二步 我们用眼睛扫一下 我们用眼睛扫一下 好像差不多一样 只是偏了一点点 然后我们再把铅笔这样看 这样子放 这样子会挡到你的视线 等一下判断就会有点错误 好 我们刚好这个差不多对 只差一点点 好 这样凸出来一点点 老师就会看到了 那我们点这个效果 点这个呢 主要是说 看你又没有点对 你如果点太大 我们以后写字 点太大 就会影响到我们写字 那因为你又点出来 老师才看得到说 你会不会 但是你又不能点太大 好 我们这一页呢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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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共 Muslims 一份 感谢观看